是,因为以前我们都看了很多这些电影 来《绝世天劫》,我想大家最有印象 我们来讲讲布斯·韦利斯,带了一班转炭工程的人 他想转个洞,放个核弹,这些大家都说有搞笑 但原来其实就不用这么大阵仗 这些火箭,当然后面有很多精密的计算 这样撞也行,让大家预想好 这件事当然我们就相当开心 但大家都很明白,科学的转弹,最后也落到军事 所以我们又想说,陈伯,这次因为火箭的速度 那个火箭撞起来的时候,它的速度也相当高 它真的炒了那一刻,那个速度就说每秒是6公里的速度 就炒过去,说每秒是6公里,如果在我们地球来说 当然在太空就能够想象,因为那个阻力很小 但每秒6公里都做得到,就会去到很快 有点像弹道飞弹,它下来地球那一下的速度 如果它能够用到这个速度去飞 但它因为整件事不是做攻击 它是做拦截的那一下 拦截就是对方会移动的 你还要跟着它去改变你自己的位置去撞它 所以其实整件事我们再结合它又跟欧洲,又跟日本 刚才你说的那间大学 那间大学没说起,也是军佬常常去读书的地方 哦,Johnskokin 其实那间大学有几样东西都很有名的 医科很有名 但是因为它是地理上很接近华盛顿的关系 那它无论在那些社会科学和军事那里 应该说很多武官会去那里读书的 所以整件事捉起来,又是我们想的一件事 其实它们是不是在做一些导弹拦截的系统 因为它们对应到2021年的时候 它们要清楚就是 俄罗斯已经有很多高次音速的武器出来了 包括我们说的飞机去发射,即是备手 用船发射出来的那个叫做高石 接着它们又去玩核鱼雷、核巡黄飞弹 很多这些变态武器 中国那边有东风17 接着它又恐怖到 其实后一点点,就是说2022年都发射了 它说它局部轨道轰炸系统 前苏联那种玩法 其实是不是他们真的要研发一种系统 去对抗,即是无论欧洲和美国 即是北约那边对抗俄罗斯 在亚洲这边有美国和日本对抗中国 即是中俄结盟的导弹 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的导弹 以太空任务来说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再高速度一些都可以做到 当然在地球上,如果你不是靠其他的物理效应 纯粹是单靠燃料的力量 能够达到每秒是去到8公里 9公里、10公里 勉强做到的 即是你讲的那些登月计划 他们射上去都是每秒超过8公里的 武器来说 它都可以做到很快 但是你亦需要准 所以你要在准程度和你建议本身的速度 去拿一个平衡 这里大家可能要想一些数据 你如果说高超音速 其实是音速多少倍才叫高超音速 那是5倍以上 是的 一般来说那些偵察机去到音速3倍、4倍 已经很瘋了 一般来说我们人类坐上去飞机那些超音速 不要说战机那些 你都是去到1、2倍音速 譬如你讲第一代那些爱国者导弹 它就音速3倍左右 音速3倍算是每秒1公里 那度高1尺、摩高1尺 所以你要去比较快 这些这样的拦截导弹的话 那你用到高超音速 譬如你刚才说到5倍 就是说每秒大约是1.6公里左右 那已经是比较快 一些比较初代的拦截导弹的速度 是 如果你再说 我会再提 我会说的是音速10倍的东西 就是每秒2、3公里的东西 就是3公里的东西 就变成了你如果在传统的拦截导弹 你基本上达不到这个速度 那你真的那个拦截能力就很低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 譬如今次飞标任务 它说的是这件事本身 是每秒6公里以上的东西 6公里我想是低估它 它还可以再高一点 再快一点 以我印象它好像正式撞击的时候 它再提速 就是还会用全速这样撞下去 就是去到那个速度是更加高的 所以今次你会看到 就是它用一个地球的火箭 它会帮你追踪着一些移动的目标 然后准确地去撞击它 那这样东西其实我会同意 是一种拦截的技术 我拦截小行星撞地球而已 但是当小行星撞地球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很大件 但是如果那件事不是小行星 是一个敌国发射过来的导弹 那如果我能够这样撞中它 基本上我会摧毁到它 是的 因为一定是head on 到时一定是头撞头那种打击的方式 就是我们见来说外国者是什么都好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 有些是碎片 有些是碎片 就是头撞头 它拦截到导弹多数都是head on的去打 所以它今次的速度 就是观察到和它变轨的能力 就是你怎样一路可以追踪着它去打 整件事都很 amazing 就是看下去 尤其是去面对这么高速的武器 当然其实陈博说的是这么说 但是其实在太空和地球里面的环境 那个态度也差很远 所以其实你的观察 你觉得双方的难度不同又在哪里呢 是否真的在太空做得到 就等于在地球也做得到呢 大家可以一起帮忙想一下 太空上面有一些事情是令到它 有一些条片是令到相对比较容易一些的 就是太空说的距离相对比较大 是 就是说太空那些事情 就是以十万公里计八万公里计的东西 但是地球那些事情 就很多时候就是地球 都是说一个几千一万公里这样的尺度的东西 所以那些东西如果你是用在地球上面的时候 那些反应时间 就是无论你有多少时间 给你修正的轨道来打击目标 还是你有多少时间去做拦截 其实都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短到是怎样呢 你有数要用很简单的乘数去计 你说台湾海峡 通常打去的时候 就未必用短 用短程导弹一定能打到 但是用短程导弹 就逼着你把东西放在岸边 又被人承认到 那你要修在内陆一些 就是一些中程一些的导弹 那它的打击范围就是 以几百至一千公里这样的距离 就是导弹出发点和目标 大约是以一千公里这样的单位去计 是 而那个飞弹本身是每秒四公里 五公里 那已经很快了 那我当你每秒三公里 那你就计算一条数 你就大约有三百秒左右的时间去做反应 那就是五分钟 是 如果你近一点的话就再短一点 短到甚至一两分钟也都可能 就是如果你真的放到很近的话 对不对 那在地球来说 你讲这个无论去打击还是拦截 是以分钟来计算单位的东西 但是这次美国这个任务 它由升空到真的正式去迈 去准备去打 其实都 都飞了成大半年的 就不是说真的慢到大半年 而是它进了轨道 你要是靠近它 然后再确认它飞进去 就是真真正正式去确认它 如果再飞进去那一刻 可能是比较快 但是都不是在说只有几分钟的东西 是 在太空来说那种尺度是很大的 你可以慢慢去操作它的时间 是算是长一点的 但是它换转在地球那里 如果你说真的军事用来说 动下那些 洲製弹道导弹的拦截 我给你尽30分钟的反应时间 最尽最尽的 已经是 所以你会看到 时间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令到在地面上那种拦截 就会更难 另外再多一个因素 就是地球大气的因素 是 那太空上面 你飞了出去 那基本上 很大部分是真空的状态 虽然你有其他的宇宙石线干扰 但是起码 不是那种 比你好像在地球大气上面那种阻力和摩擦 如果是洲製弹道导弹 不要说是长程那些 中程短程那些 基本上全程都受着地球大气的摩擦影响 那你要对于地球大气内的情况 你要很精确掌握 然后也要做适当修正 那我会觉得在整个 而且在这么短时间内 去掌握这么多复杂的情况 那令到这里 你将它对下去的军事应用来说 那它当然有另外一些的限制 那当然了 我就会说 它能够在太空做到这样的精准打击 那是代表着它精准打击能力真的很高 那也都是我会说 它率先有一个这样的能力 它有一样好的武器材料 即是好的科技 将它变成地面武器材料 嗯 所以就变成了 起码它那个 就是当这个实验上的理论上 第一个是正认是行得通的 行得通之后 它实际上就要测试其他数据 包括如果在大气运行里面 它们去做这个撞击 那接下来就会有更多实验去做 所以这次Dart 这个飞标计划 我觉得整件事 我们看到很多的报章都报道了 感觉就好像NASA 民航 人民 一些科学家 等等 我们都是我们军武器人的看法 就会觉得是 后面一定政府 他们插手下去 就有很多军武 国防 武器生产商 那些利益 等等中环交错 下去了 美国国防部有参与的 是 所以最后我们说到这件事 如果我们说到国防或国家安全 最后又是去到一个大局争霸的局面 就是说到武器这部分 现在我们经常说到毛月盾的斗争 如果我们门外看去看 就永远看尖有多厉 但其实真正的战略家 就是看你的盾有多厚 你挡得到多少 所以这个导弹防药 如果最后我们假设 真是发展成功 真是完全改变地区等等的平衡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 就是弹路导弹 现在美国就发展了 星球大战的计划 就令到苏联崩溃了 那如果 就是现在的高超音速的武器 那么中国俄罗斯 扔了这么多钱去做 然后美国如果最后 他又说自己发展了这个系统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像星球大战那次 就这么说 吹吹吹 还是真的做到 但是透过这个计划 其实都给了一些 insight 给我们 嗯 我会说是的 就是 那个盾 就是那个拦截能力 会不会已经是进入 那个另外一个阶段呢 那我现在我不敢说 就是我自己就会很继续 我就纯粹 你说如果当了解 未来太空计划来说 那我一定会继续 将这些飞标任务 后面的事情继续去追踪下去 但是 他究竟最后对于 建立整个防御能力 有多少的影响呢 那这个就 就是我不知道他 就是暂时看到的资料公开得不多 但是我纯粹由外围那里去观察 我看到他都有军方的身影在背后 也都有学术团体来包装 然后他在环球上找的合作对象 我都看得出他是很小心地选择 那 就是 他真正在建立一个阶段 我只能够说 是啊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说到飞标计划 可能在我们眼中看的时候 就比一般 可能民间去看 他纯粹一个太空计划 那我和陈铺 看完之后 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计划 当然 我们的判断 也是觉得 他挂羊和卖狗肉的感觉 是有点 始终也是和军事 都是脱离的关系 但是后续我相信都相当吸引 其实他只是这个实验本身 我觉得他的理念也很吸引 所以我们之后 我们会继续留意这一类的太空计划 当然还有另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是SpaceX 然后发射飞船上去 那陈铺 会不会有点预告 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又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虽然今次的窗口 还没有配合到 突然间要等正确的位置 去升上去 纯粹很快说 为什麽这件事值得留意 你见SpaceX整天射飞船上去 但是今次射飞船 那只够大支 但是大支的一个地步 就是大支过了 就是周围人家的火箭 然后它的运载能力高 是高到一个地步 是准备令到 美国可以上月亮到 起基地插旗 插旗插旗插旗 就插了很久了 但是这次就是起基地 这次是 是 就是它是可以 就是美国的NASA 是今次SpaceX这个发射任务 是一个探索其他月球 甚至再探索月球 甚至来探索火星的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值得留意的地方在这里 是的 完全是 有些网友经常说 高达 是否真的建造那些人做卫星 是否真的有个月球基地 是否真的将来我们可以脱离重力的束缚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那个Chapter 00 所以我们之后 我们就在它如果将来发射成功之后 我们也有机会会做回一集 和大家总结一下 整件事的重要性和意义 带来什么 好 今集很感谢陈博 你上来 好 多谢陈博 大家记得 有兴趣有时间 有空我们去到 科学新知的Facebook Page 还有里面也有YouTube Page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平时陈博 你的科学新知里面 也有很多其他题目 我见你讲 主要是追踪每周的科学新闻 譬如我们不一定讲军事的 是的 以往讲过一下 但刚好那周有这类新闻 我们才讲 譬如一些关于基因改造 例如地球气候 甚至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 来做考古工作 主要就是这类东西 人工智能发展 和物理学研究 我一定会看 是的 还有网友常常跟我们说 暗黑物质 暗黑物质 那些 我说了很多次 大家记得 有时间可以去到 陈博的Facebook Page 以及YouTube 可以学到更多 科学新的详细 基本上找我的名字 找回陈志宏和科学新知 你就会搜寻到 是的 没错 好 我们这一集到这里 大家记得 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频道 也可以透过Payme 和转数快等等 可以支持我们 好 我们在其他集数 再跟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